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铁路杀警案的正姓嫌犯 一审判决无罪 同时还可以以50万元交保 这个消息让全国都非常的愤怒 甚至连嘉义地方法院的法警士 也因此不断的接到抗议电话 警方也加派警力来巡逻 不过因为嫌犯没有钱交保 最后是还押 看守所 事实上后来才发现 他积压已经将近10个月的时间 只有女儿曾经判访过他一两次而已 他的妻子从来没有看过他 不过嫌犯的心情倒是蛮平静的 反而是这个殉职远警的家属彻夜未眠 警方也针对了交保立刻提出抗告 同时上诉而审 因为现在嫌犯已经还押看守所了 但是嘉义地方法院的法警士 电话都接到报 因为大家对于这样的判决非常的愤怒 同样也被网友进攻的 还有杀警案的精神鉴定医师 沈正哲 其实他昨天就已经第一时间 非常大方的出来受访 他说自己是很专业的 不过就是因为这样很多人不能够接受 今天沈正哲就直接请假没有上班 不过无罪的判决 现在法医高大成也替这个警察打抱不平 他认为如果是无罪的话 为什么还要50万元交保呢 他觉得至少要派 要判伤害致死罪才对 不过呢 律师吕秋元有不同的看法 他觉得做这样的判决 法官要很有勇气 社会期待的问题 但事实上人多人少 这应该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吧 大家本来希望说交通部的1968M 是可以告诉大家这样的答案 说哪里人多哪里人少 谁知道呢 从以前到现在 看起来好像都不太准 今天真的是五亿廉价了 结果我们就发现了 像是台北市的阳明山 竹子湖 还有深坑老街 都是显示黄灯 也就是人潮略多的意思 那今天呢 因为天气蛮好的 疫情也稍微趋缓 我们上山去看看 的确是有一些些的人 但是呢 在嘉宜的城隍庙东市场 中午也是亮黄灯的 实际到现场 却是空荡荡 中午8M的问题呢 不只是它的警示可能不准确 还有就是它的警示点的选择 可能跟实际上呢 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 普里老街好了 它列在警示的热点上面 但是普里人都会说 老街 老街在哪里呢 怎么会是一个警示热点呢 还有花坛的金针花海 今天人超级多的 但它根本没有列在热点上面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宜兰的夯点抹茶山 现在呢 因为它是后来才红的 所以今天人也非常的多 它也不在热点上 不过呢 因为地方政府都有提前的管制 所以呢 登山口附近的 五峰崎风景区停车场 早上接近八点的时候呢 就已经达到了 中央管制的 百分之五十停车辆 不过呢 当地管制的方式是 只管车子 不管人 所以好多的民众 就干脆把车子违规停在路边 人还是跑进去了 在昨天下午发生严重的公安意外 地下二楼突然坍塌到地下三楼 造成一名女工人遭到掩埋 搜索人员漏夜搜寻 十三个小时之后 在凌晨寻货 但是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这家属历经了一夜等待 没有想到等到的还是死讯 其实它是在附土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两株的支撑力不足 才会造成意外 有市议员呢 到场去了解 他们也稍微看了一下 现场的结构计划书 结果发现了地下层呢 它用的是无粮板系统 但是呢 现场的机具呢 非常的多 加起来呢 重量至少有五十吨 那可能是因为这样 工地承受不住 才会塌了下来 现在桃园市长郑文灿 已经勒令停工调查 也要追查 到底有没有工程疏失 无罪外界都不能够接受 所以呢 现在最重要的是 接下来的二审该怎么攻防 怎么攻防 有没有机会可以翻盘 其实呢 要从刑法的第十九条 开始来看起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因为第一项是精神障碍 或是其他的心智缺陷呢 是无法辨识违法 如果是无法辨识的话 那是不法 也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那如果是呢 它是降低了辨识能力 但还是有辨识能力的话 那就是减刑了 但是呢 其实还有第三项就是 前两项的规定 故意或过失 那么自行招制者的话 那它不能够免罚 也不能够减刑 也就是说呢 它会造成 它现在有精神障碍 跟心智缺陷的状况 是它自己招制的 现在可能 这是其中一个 翻盘的关键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呢 有一些法界就提出了 翻盘的几个方法 比如说呢 第一个就是 你可以重做精神上面的鉴定 就是呢 你在一审的报告当中 看一下这个精神的鉴定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盲点 提出一些新的方向来推翻 但其实呢 是有一些些的 这个困难度的 因为呢 你必须要提出来 在一审的时候 那一些精神鉴定的报告呢 是有问题的 或者是哪里没有做到 你才有可能 重新做这个精神的鉴定 而且要看 二审的法官 采用的是哪一个方向的 这个精神鉴定 而另外呢 有人想说 那是不是可以来修这个法条呢 但是呢 修法的必要性 其实是蛮低的 因为精神医学 他只是告诉你说 哎 这个嫌犯 他的精神状况怎么样 但是有没有辨识能力 其实是法官来做判断的 所以有没有办法修法 然后来做这个补充呢 其实这个必要性 有很多人也相当的怀疑 但是呢 现在有第三个方法 就是呢 也许我们可以用 刑法19条的第三项 也就是说呢 他现在造成自己精神的状况 是这个嫌犯 自己造成的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因为辨识力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像是呢 有律师就提出来了 这个嫌犯在行修的当天 他还记得 他觉得是女儿 要谋财害命的 所以他自己跑去了报案之外 也自己买票搭高铁 他既然知道 所谓的谋财害命 他对于女儿是有意识的 所以照理来说 他应该是有足以辨识的能力 但是不是这样 那是法官 他自己来做新证 但还有一个状况就是 他可能明知故犯 也就是说呢 他知道自己呢 必须要吃药 他现在这个病 才不会发作 但是呢 他就是不去看医生 也故意不吃 他知道自己有病 却不去吃药 所以他可能是明知故犯 让自己呢 造成了不能够辨识的这个状况 所以呢 就可以适用刑法的第19条 第三项 您刚刚也看到了 这样的话就不适用免罚 也不适用减刑 这可能是二审的一个主要方向 投入了1300万的预算 出动四组人马同时清淤 十天就整治完成 矿拍机俯瞰高雄幸福川 每年四五月 因为早累增生 总会变色发臭的幸福川 让居民避之唯恐不及 高市抢救幸福川大作战 要让河水不再涨兮兮 高市水利局降低水位 出动吊车 吊运小山猫等机具 让工人能仔细清洗 暗闭的藻类杂物 从节奏景到流放馆 全都仔细清理 现场还清出脚踏车 沙发等大型垃圾 高市府出动四组人马 同时清淤 短短十天 清出一万多立方公尺的淤泥 我就要幸福川 把它整治干净以后 我相信沿岸的两边 希望能够继续美化两边的 绿意盎然 所有的工程 都是飞毛腿的速度 高雄市长韩国瑜 出席幸福川通水典礼 看到过去又脏又臭的幸福川 如今患然一新 也让不少市民很有感 高雄市政府只用短短十天 成功诊治幸福川 水利局也承诺 未来将每年编列预算诊治 维持幸福川的干净水值 当时新闻方中卫 蔡上林 陈招鼓在高中报道 罗志祥深陷丑闻风波 有网友挖出他成年旧照 执一他自己也割过双眼皮 怎么还酸周扬青整形呢 不过现在罗志祥的行踪成迷 有大陆网友说 他们收到非常可靠的爆料 表示小猪跟团队 预计五月会举办道歉记者会 自称说他认识口罩国家队的优质厂商 可以买一些口罩来出口 所以大陆女商人急需口罩的需求 他就跟朋友合资想购买 没有想到台币1700多万都被骗走 你平常会用到估计这个词吗 其实这是大陆用语 只是两岸的用法可能不见得相同 但是有人看到了就会觉得说 怎么要用大陆的用语呢 但你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有很多的用语 都是大陆来的 比如说立马给力甚至小鲜肉 这些早就已经融入了台湾人的生活 怎么要把台南列入这么多的监测点呢 果然今天廉价第一天 被列为警示点的柳营尖山皮 现场的工作人员比游客还要多 黄伟哲就忍不住酸说 本来说是要管制人流的 结果到场连人流都没得管 现在伤害已经造成